星星保佑 这是台湾的命 关怀兵归心描迷 这是台湾的命 应不成功描迪胜 这是台湾的命 应不成功描迪胜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 二与二二届所有先师同修 我们合掌功练开经济 义经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今夕诸妙法 愿此功德皆回乡 愿此功德皆回乡 拿莫为苦先师王残老祖 各位维新贤士 各位双善师士 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 各位来 共同来残劫天下事 维新贤士这个节目 已经两千多集了 两千多天里面 我们分为四龙工商百业 与我们当下性 有相关联 我们一定要 遵照很公正 而且要遵照 王残老祖的旨意 来阐述 前一段时间 我们都一直在播出 在各地上课的 很少在品棚里面 由师傅单独来残劫 所以义太科技公司 总裁的总裁的林宝章 董事长 这几天来到台东道堂 就跟我们师兄师姐说 哎 似乎最近好像都很忙 他你怎么知道都很忙 因为我看到他 天下事 都在上课里面讲 没有在影棚里面讲 而且也播出台湾 维谷文化学会 维谷子文化古字金用 邀请了台湾退休的 各校长 教授 提出他们 对本维新圣教的建议 对本维新圣教 所弘扬对社会 公益 对社会的 教育教化 有什么改进 也都很乐意的 来参与 举办各种文化论坛 这个集市 鬼谷子文化 在台湾 因为本维新圣教的教主 是鬼谷子 智慧是鬼谷文化 当下我们能够成就为世界 新兴宗教 台湾维新圣教 正是有天意 就是有天意 有天命 还有人和 还有地利 还有当下性 受惠的现实性 所以我们也很感恩 鬼谷文化学会 县正会长 杨基东校长 邀请了六十几位 校长教授 一一来 共同来 相互成就 这个集市 王山老祖所开示的 鬼谷文化古著金用 今天是九月六号 也是在昨天是中原普度都过了 接下来 悠悠岁月 千万年在我们的 后面我们要继续走下去 尤其宗教的 现实性理论 理念 实用性 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本维新圣教 在台湾 弘法历生三十五年 这三十五年之间 结果多少年 用中华文化道童 三年起家 溥义 天机 然后开发出 更多的人世间 天地人三采的 上圣智慧 不是一般人 所能理解的 只能进入到本教来学修 才能够让 你真正的 你真正的了解到中华文化道童 在现代性 现实性的社会里面 你能够 踏一只脚 在里面 我们就三生 有幸了 曾经有人怒了 说 本人老师 你讲这么多的 意境与风水 要干什么 我说你问这个要干什么 我认为意境与风水没有什么好讲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讲两万多个小时了 也不重复 所以眼睛傻了 原来中华文化道童 意境风水 这两个字 意境 你可以讲 两万个小时 维心道章 可以大集结 圆满了 两万卷 你要说未来千秋万世后人 都能够 依法会心 依法会友 依法会祖灵 所以这些先生呢 他才心服口服的说 我们忽略了中华文化 道童 意境 大家来学意境 做人处处可安心嘛 大家学意境 做处工作可顺心 大家学意境 修行道上可见性 大家学意境 家庭圆满一条心啊 大家学意境 国家社会 定 太平 祝福各位 谢谢 谢谢 各位 各位 维心闲事 各位 失望 散知识 《易经》就是交换立场 将心比心 《易经》的心有多大 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易经》看到岁月有多久 从现在追寿回去 《易经》呼吸氏族已经有7354年的岁月 《易经》呼吸氏族还没有误以前 《易经》的大道 易道天机 就已经无量节的岁月就有了 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你所读的书 翻出来一本的书 一本就是一本 那么你 这本以外你还要误什么呢 有时候还是有限 你会受限在你读的这一本 你自己的思想领域里面 所以当你了解到易道 《易经》之大道 《易经》之大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 《易经》之大道 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非一般凡夫 所了解的 《易经》之大道 我们本班 他本班导师 田立委严历法师 他的儿子 大儿子 二儿子 儿子现在 已经结婚是会计师 他要他儿子再去读政治大学的 博士班 派到 美国去发表 已经全部都是通过了 邦晚 原理法师海公罗说 我鼓励他的孩子还要再去读 到美国发表再当教授 回来以后 再来学《易经》 用《易经》将他的会计 他所学所知道的 容我为一 好 问我这样可以不可以 就是上上智慧的人 才会这么用 这么讲 不然 你只在书里面的坑 没有办法跨越过去 你这本书 你这样看 这边背后一大堆 一片天你看不到 只有《易经》 你才看得到 所以我们一位师兄 十四届的师兄 企业家 他也研究得很好 《易经》读得很好 他儿子从国外拿到 统计学的博士回来了 有一天他跟他儿子说 孩子啊 你对爸爸在读《易经》 你也很 感到很奇怪 我的企业 汽车在台湾坐得这么大 我都是要用《易经》 这一批车子可以卖掉 有没有来源 我用意了了分明 丝毫不闯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能让你到国外去读书 是《易经》 老爷 带你到国外去了 那么 他孩子呢 就是 在某一家的台湾大企业 当顾问 那么 父子就开始 好了我们呢 爸爸用《易经》来算这一家公司 会不会赚钱 你用你的会计统计博士的 理论来算你公司会不会赚钱 到底赚了多少 一年后 我们 把这个答案 交给在你妈妈那边 一年后我们找时间再打开来 看谁对 谁是谁非 所以 父子呢 就开始 老爸的拿了三块钱 还不到三分钟 算出来了 就不讲了 就写全部写起来 他儿子呢 后开始电脑两股电脑一直跑 后跑跑跑跑 跑了三天三夜 才告诉他说 爸 我们这公司会赚很多钱 好了 反正都放了就对了 到了第二年 时间到了 坤老妈 和儿子就叫来打开来看看 我所用意算的 这家公司要亏本 要亏了很多钱 了解 那你翻开来看 他答案翻开来 他会赚很多钱 赚好几百亿 结果亏了好几十亿 那是什么呀 哦 所以 《易经》啊 大家来学《易经》 《易经》包括一个人事物 包括时空 包括人的道德观 包括人的福德因缘 包括主德 包括全家人 整个公司的员工 我的心态 包括整个的 当下性的 这个社会 国际经济形态 都了了分明耶 所以我们这一位地址呢 国际说 师父 我能亏惊呢 呵呵 很棒耶 这个云 当然是云啊 你要 再进一步 将《易经》的实识 《易经》的真理 《易经》以学术 《易经》以道德 《易经》以人品 《易经》以主德 等等呢 融合为一 用意 才能知天机啊 那么你用电脑一直算 我告诉你 电脑是没有灵魂 是按部就班的 电脑也没有错 电脑是人所设计出来的程式 一就一 二就二 所以一般电脑 你常常说 你的计划很好 有如我们圆域法师 有一次我们高层论坛 一个企业界 这个企业家 原理法师呢 提出问题 问他说 你的计划很好 计划很好 但是往往 计划与计划 敢不上变化 那时候你怎么办 这一位 专家呢 嘴张开 雅口无言 这就是 鬼谷文化的智慧 大家学义经 公司客户 无欺心的增产奥益 祝福各位 各位 各位维心贤士 各位书安善知识 本维心圣教 所传的《易经》 是因为也贺老人 也贺真人 他经过无量节来的增加 删除出来的增三谱义 增加 删除 不必要的删除 而谱 从贾到乙 因到国 义 就是大无其外的智慧啊 这增三谱义 所以我们这一节 我们谈到 原神来住来福 虚看用神衰忘 嘿 你光这几个字 你可以讲一辈子讲不完 光原神 人来世间上最怕没有原神啊 你没有原神的话 精神恍恍恍恍恍 做事业没有原神 无头苍蝇 做事业没有原神 头脑空空 就有如我们一位弟子 就有如我们一位弟子 儿子啊 他去请人家算命 帮他选了这个日子 来 来 保护生产 很高兴的一个男生 结果看了 哇 你这个孩子没有原神耶 又空旺 他在航航丢三旺四耶 常常换 吃了有没有 他还没有吃咧 谁有吃吗 吃饭咧 等到 国医了 常常妈妈车子载他 停下来他就自己跑下桌子了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常常东西拿了就忘了 悠山忘事嘛 我这个就是 冰瓜 他 妹妹还说 这个是给很有名的算命师 算的日子 我算命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哦 所以你 可以去印证 到了 国小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都是 躺起来非常慈悲 都让人在前面他都敢最后第一名 你看这个爸爸妈妈都伤心啊 所以我们 学医经 你说算命 算命也不错啊 你能得到算命的要领 最起码你要生孩子 你要给自己的孩子前途方向 你也能够清清楚楚 了了分明耶 不但你怎么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啊 因为我曾经在几年前 我们有某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的儿子啊 都与人不合 那我就 可以去找 这个报纸 来了解他 原来他的儿子 是很聪明 但是这个教授 他的思维是很偏激 他很偏激 为什么能当教授 那我也不晓得我们的教育体制怎么来 能让他当教授 但是他的孩子 很偏激 到哪里都会跟人家吵 为什么 查一下一个命挂 带破 并挂一带破 挂中没有原神 所以这个孩子 破 义无述处 又没有原神 虽然家里妈妈是为教授 你也教不了孩子啊 爸爸也是某一个公家单位的主管 也教不了孩子 因为你不知其性嘛 啊不知其因 啊所以 弄成 轰轰鱼鱼的社会新闻 所以我才 开一个电视节目 大家来学业经 由我们 微信圣教 电视台明主播 颜旗法师 颜旗法师 就李亚旗 来访问 啊 我们所有的法师 开阔的法师 他们的专场特点 每个法师 还有我们明主播 颜旗法师 春春的教会 希望大家来学业经 大家来设业经啊 这就是给大家贵人嘛 给大家元神啊 所以王山老祖 想尽办法 成立了微信电视台 这个没有 企业界的赞助 没有收广告费的 只要国家 社会和平 家家户户平安 由我们所有微信贤士同修每月 固定的 学习来 支持 目的是希望社会和谐吧 是尊重人人都是 上帝天神的好儿子 所以王山老祖开示我们 要弘法立生 就不要计较经费 也不要计较你的法源 只要将政法传给大家 我们绝对不是江湖郎中江湖素素 我们所有的微信贤士同修们 大家都是 社会上 够行够业的精英 四龙工商百业的精英 我们没有本钱 去将主的流方 拿来的脚上脚底踩 更没有 我们没有那个本钱 来失败 所以我们一直鼓励 大家来学艺经嘛 一个礼拜只有一天 晚上 七点到十点在台湾过地 你们来上课也不要水电会 我妙华普传 这都指当下信我们 成天厚爱 这微信地址啊 祝福各位 各位 欢迎接报友 各位微信神士 各位四方三知识 我们人来世界上走一趟 最重要就是要有原神 要有贵人 原神就是贵人 贵人 就是原神 所以我们原神 我们求官 一定要有原神 你的面卦中 没有原神 求官也绝对求不成 求职 求职业 你卦中没有原神 表示没有贵人 你一年四季蹦蹦好 去找 还是找不到你的贵人 到最后跳进火坑 我们 被火全部烧了还莫名其妙 那我们求职现在 求职的人很多 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社会 现在也很奇怪 正是 天在考验我们 现在台湾人民 升职在地球上 尤其在台湾 台湾是一块净土 但是求职 要求职 要求到一个好的工作 是需要有一段 福报 所以卦中没有原神的人 卦中没有财 的人 你最好 找个上班 就好了 在去年 在去年 他们一位师兄的儿子 他很骄傲 认为他的能力很好 所以道士求祖 他从美国某一个大学回来 拿到博士 有一天来到新博士 问我说要去哪里 工作比较自我他 我说你读什么就是什么嘛 你要先 矮三结 要谦卑 他就问我说我为什么要谦卑 每个问的老板都比我差 他们的工程师都比我差 嘿嘿 我这乌生的小孩 被他了 大天浪浪 你有办法去创业好了 他爸爸也有点像他的个性一样 两父子呢 书既然这么讲 那我们创业好了 爸爸来 皇族来借钱给你去创 结果在去年 就去自己创业了 爸爸的房子拿去贷款就带给他 给他去创业成立公司当董事长 到前一段时间来 看到我劈头散发 我说钱赚了很忙 都没有时间 挪头摸 他说叔叔啊 我不对我错了 我爸爸的钱都被我花光了 而且都借了 公司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我告诉你 人就最怕骄傲 第二 我要你们学艺经 你们就认为你去美国拿到什么大学的博士 就可以横冲直撞 欢迎扫天哈 你爸爸也跟你一样 你爸爸是我们第十几届的学员 结果也没有读好的 上课来跟大家聊到天的 现在吃到鸡了 这些孩子还好呢 叔父 我爸爸没有好好读 钱都被我了都没有花钱 你看 了解 别人都很工贴 所以 各位同修 我们人一定要谦卑嘛 各位 孩子在骄傲的时候你就要小心 认为你的孩子是什么大学 毕业出来的时候 美国哪一个博士拿出来的 你都要小心 所以大家学艺经 皇冠里未然与其无所生 好 不要等到发生了到时候再怎么办 那已经办不了了啦 所以元神 的问题 就是艺经是我们的元神 你知善 知恶 就是我们的元神 曾经我们一位老同修 他跟老婆 非常的虔诚来拜老祖 有一天就是那时候 民国76年有 台湾经济正在泡沫的时候 就是 基金 我说你不要去买啦 阿师傅啊 我要补一个卦呢 这个卦喔 天地皮耶 我天地皮就不能踩了啦 虎落陷坑耶 不会啊 我去他们都 对我都很好啊 我拿一百万进去 这边进去了 就叫 茶啦 好的茶都请我们吃 叫那边挡 还喝咖啡啦 糖果饼干啦 过了半个小时以后 你今天你在哪一个国家买了多少 你已经赚了多少 一百万 拿回来 先十万给你 我说你拿十万给你 接下来还剩九十万 就是撂掉了 虎落陷坑 他不相信 我哪有可能会骗你 虎落陷坑天地皮瓜 兄弟啊 再两天就忘了 你这钱找不到 嘿 结果那一天再过两天 那要去睡 公司去那边上班喝咖啡 公司奇怪到十点都没开门 公司照啊啦 所以各位同秀 凡事皆瞻 你绝对不会吃亏 凡事皆瞻 你不会伤害他人 你不会伤自己 天下 就没有那些恩恩怨怨的事情 所以用益经 益经就是我们每个人 最好的元神 就是王产老主的庙 用华益经大道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神士 各位十方善知识 我们益经 原神来祝 来福 虚看用神的望向修求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 谈到求职 求财 那现在要求寿 求寿 我们宜然 输要到场 我们宜乐师兄的 妈妈 到我当年啦 但是都十二岁啦 那时候咧 他妈妈很喜欢去哪里拜拜去拜拜 阿妙的咧 什么师傅咧 神明团 都说哦 没有人 你再三个月就要死翘翘 哦 就说到这样 要改运 要改运 要借 要花多少钱 要怎么 要怎么 啊 说到烦恼 那你说 孙媳妇还没去 要做阿妻还没做 好 好 很可怜 刚好我去宜蘭书澳道场上后 我们这月十节呢 他就来到书澳道场找我 他说 他说师傅啊 这救救我啦 救救溜溜的 哪不可以要收他 哦 那些声明说他几岁就死了啦 像没几天啦 我说 你几岁 用几岁 你到当年而已啊 那快就要死哦 嘿嘿嘿嘿嘿 我说你是 他 财产奔好了 他说要不要啦 才准备要奔而已 你要奔 要奔一份我的鸭子 因为 他有一些财产嘛 要奔 要奔一份我的鸭子 你又十年要不死了 我会跟弟弟的 财产的 财产的 我叹不到啦 哦 胡说八道 要乱讲 什么通灵的啦 胡说八道 什么通灵 结果我看到他的命挂 四爻忘得不得了耶 四爻的元神也很旺 所以就长寿嘛 现在我七十五岁 他就八十七岁 不要顾他用 所以啊 你们要懂了 你要求寿 看他的元神 有没有 元神望向 命挂中的元神望向 他就会长寿 命挂中的元神衰 破 木 绝 被克 纳着长寿 即使长寿一点 都是登NN一席 这个各位同修要懂的做道理 会长寿 没长寿 看观神就知道了 所以 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的元神 你们元神最长的告诉我 元神最弱的告诉我 最长的 最长的 你要更长的 你好好练经 元神很弱的 也好好练经 那个与天长寿 与佛同寿 所以大家要有正确的智慧 不要听人家乱说 胡说八道 那我们 自己 上门 受苦 所以我们要自己来学义经 好 希望社会的国家来学义经 学义经 学义是你家的 不是我家的 我就分享 你的平安和幸福 这样而已 所以 王审老祖开述 我们大家学义经 身体健康心安灵 那就是求寿 求福 你要求福 也是要看元神忘不忘 有的人元神都福长都没有了 他要求什么福 求平安之福就也叫阿弥陀佛了 好 再来求子 有没有子 命中若有自然有 命中若无莫强求 你从命中看 虽然没有子 但是没有破 有元神的话 还是可以 好 那我们以后会 一一的会跟各位来禅节 好 那么求婚姻 好 现在的 满街是年轻帅哥 满街都是美女 但是偏偏没有一个是我的对象 嘿嘿 社会就是这样 这有没有缘 啊 你看你有没有缘 卦中你就可以看出来 啊 即使你了解到啊 我卦中 没有婚姻 男的没有七三窑 啊 你的没有观鬼窑 啊 但是不破不衰 啊 原神有望 还是有望 这都是我们 这 命挂天机的真实意啊 啊 再来 啊 求平安 平安 平安最难求 做事业也要平安 不了解 你就要用益经啊 好 不然的话呢 你到处要问神 哎 神嘛 不可能 全部都了解 啊 再来 你就所有 都要 从原神方 来求 比如你说 要求 财 求财在卯方 你的事业尽量往卯方去发展 你那么就会有贵人 短暂的 如果 碰壁 不要怕 要有恒心还是会碰到贵人 啊 求此 在北方 哦 那么你 在北方 就有贵人 啊 这个 这一些都是我们 用益知天机 大家来学一经 做人处事会安心 大家来学一经 做事感到好顺心做 大家来学一经 身体健康心安灵啊 大家学一经 公司客户无福心啊 大家学一经 家庭圆圆一条心啊 祝福各位 感念施恩 感念施恩